说距离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英 法德等欧洲国家政府正准备在12月放松封锁 允许人们在圣诞节期间与家人团聚举行庆祝活动 但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称 如果各国政府仍然不能建立必要的系统来遏制新的感染 欧洲将在2021年初遭遇第三波疫情 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网站25号发布公告说 俄司法人员日前挫败了一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莫斯科地区实施恐怖行动图谋 逮捕了一名涉案嫌疑人 说当地时间25号 新西兰官员说 在距离新西兰东海岸约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 发生大规模搁险事件 约有100头里航金和海豚死亡 据报道 多数鲸鱼和海豚是在周末被困 总共97头领航金和3只海豚死亡 说美国国防部 华盛顿总部事务部门负责人托马斯密尔 24日表示 23日晚 拜登过渡团队负责人联系过他 双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沟通 24日 国防部代表与拜登的过渡团队成员 以视频会议的形式 举行了首次会晤 说当地时间24日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局长布兰加尔多 在国家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新冠疫情正在重创劳动市场就业 迄今意大利劳动市场就业率已创下自欧债危机以来历史新低 并跌落至欧盟成员国的倒数第二名 仅次于希腊 说据日本共同社二十五号报道 东京奥苏委正在官网受理东京奥运会门票的退票申请 受新冠疫情影响 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延至明年夏天 但接纳观众的方式似乎难以在明年春季前敲定 说当地时间二十四日晚 苏格兰议会以一百二十一票对零票 无意义通过免费提供生理用品法案最后立法阶段 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免费提供 卫生棉等生理用品的地区